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CNBC消息称 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下跌0.8% 科技股下跌2.1% 领跌 旅游和休闲类股逆势上扬1.7% 此前美国和亚洲市场出现了一种趋势 美国股指期货周一早盘下跌于150点 此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结束了两周的上涨势头 上周分别下跌0.7%和1.6% 一些股票投资者对近几周债券收益率的迅速上升表示越来越担心 因为这可能会损害依赖宽松借贷高增长的企业 并削弱股票的相对吸引力 债券收益率上升反映出市场相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 经济复苏即将到来 盛宝银行固定收益策划师周一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背景下 欧洲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在上升 中国保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亚太股市领跌 据CNBC消息称 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跌 周末期间中国维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中国内地股市收盘走低 领跌亚洲主要股市 深层值下跌3.07%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45% 香港恒生指数在最后一小时交易中下跌0.89% 在日本 日经225指数逆扬上涨0.46% 收于3156.03点 东正指数收盘上涨0.49% 收于1938.35点 韩国综合指数收于3079.75点 下跌0.9% 澳大利亚SPASX200指数收于6780.90点 下跌0.19% LPR是由18家银行每月设定的贷款参考利率 中国将一年期贷款优惠利率维持在3.85%不变 这与交易员和分析师在路透快速调查中的预期基本保持一致 五年LPR也稳定在4.65% 目前美国被卖空最多的股票 据CNBC报道 最近几周大量散户投资 导致GameStop和其他公司的股价飙升 大量做空的股票成为头条新闻 卖空是一种交易策略 使投资者能够利用股票的贬值 介入股票并以当前的市场价值卖出 以期在未来以更低的价格回购 1月底GameStop股价一度飙升至每股325美元 因为受到了Reddit的帖子Wallstreetbats启发的散户交易员纷纷涌入 对持有大量GameStop空头头寸的对冲基金造成了空头挤压 股价随后回落 目前仅略高于40美元 GameStop曾经是市场上被做空最多的股票 习138%的流通股处于空头仓位 但股价飙升或使一些卖空者平仓 在某些情况下 卖空者损失惨重 收益率上升 股市下跌 通货膨胀担忧加剧 据Yahoo Finance消息称 周一股市下跌 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因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 预期打压股价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后不久下跌约0.8% 该指数有望即上周下跌之后继续下跌 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150点 跌幅0.6% 纳斯达克指数表现严重逊于大盘 早盘下跌1.3% 因科技股面临更大压力 自去年11月首次公布强有力的COVID-19疫苗功效数据以来 交易员一直在为今年晚些时候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做准备 因为疫苗分销最终会让更多企业重新开业 因此许多交易员已经从去年大部分时间引领股指走高的高增长科技股转出 相反他们青睐对经济更为敏感的股票和资产类别 预计会出现大流行后的复苏 以上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